学会爱自己没错 小伙伴 但是如果真的恋爱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想把那个爱也分给对方 我们看不到这个 行了 留给你们吧时间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其实刚刚听导师讲了那么多 确实有很多东西 我做得太不好了 有时候讲话是我 是我的问题 我觉得 但是有一些东西 你没必要就是太过于去 在一些细节 我一个大男生操老爷们 我不可能就是生活 就是很多女 照顾女生的方面 我不可能就是照顾得很 很好很好的 天哪 我说你这件事情就是 我觉得你唠叨真的 就是可以改一改 不要就是因为总是因为一些 鸡毛蒜皮的小事 你就来给我生气 真的没必要 但是如果你真的改不了 那我们真的就只能走到这里了 就没有什么好讲了 谢谢老妹请回吧 来 看看这对嘉宾朋友自己的选择是怎样 请开门 这个结果其实特别正常 小朋友什么时候家长说你这样做是对的 他们按这个来呢 让他们试吧 在爱当中成长吧 接下来我们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 试进入到京云中央厨房 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鑫 我和老公结婚三年了 他每个月的公司都会给他妈妈一半 我知道他想孝顺 可是家里用钱的地方太多了 孩子一天天长大 我跟他表示过 老人也花不了太多的钱 咱们心意到了就行 没必要影响我们自己过日子 可是他态度很坚决 还说就算我们饿着 该给他妈妈的钱一分都不能少 我现在一边带孩子 每天还要出去打工 补贴家里的收入 我该怎么做才能让老公听我的呢 老公呀 基本不会听你的了 因为你的老公就是属于那种典型的余孝的人 而跟余孝的人在一起呢 你如果不顺从他的意思 那你将会背上一个骂名 就是不孝顺的骂名 所以面对这样的老公 你除了忍就还是忍 如果忍不了就是一条路 赶快逃离吧